祈祷是唯一剩下的东西 祈祷者米歇尔·里波希望这家他在过去18年里工作的工厂能够继续经营 他引以为豪的雪佛兰·科鲁兹车型已不复存在 除非通用汽车再推出一款产品 否则这将是米歇尔在职的最后一个圣诞节 这份工作支撑了他的家庭 简直痛彻心扉 他们在圣诞节前一个多月告诉我们 我认为他们选错了时机 米歇尔已经知道 他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挣不到每小时30美元的工资 他最好的选择是在一家旅厂每小时挣10美元 除了通用汽车公司 这里没有高薪的工作 这不仅会影响到我们的工厂 还会影响到作为我们的供应商 丽莎米勒是工厂附近一家餐馆的服务生 她立即看到了影响 一般这个时候通用汽车公司会打来电话 订购30份外卖午餐 但现实是餐厅空荡荡的 因为通用公司的员工们 开始关注自己的银行账户 丽莎希望通用汽车能够理解这种影响 我相信既然他们能抛弃这么多人 而意识不到他们正在摧毁整个社区 那么如果美国人民抛弃他们 就像他们抛弃我们一样 他们就会感受到减薪的滋味 但愿在中国和墨西哥的工人 使他们这样做是值得的 丽莎迫不及待地想要还清她的通用汽车贷款 她说这将是她最后一次购买通用汽车 即使已经退休的通用汽车员工 也受到了这一决定的打击 我不知道我的房子是否还会有价值 我的房产价值将会下降 我们可能会被困在这里一段时间 米歇尔也不确定未来会怎样 但她试图让女儿放心 我一直告诉她我们会没事的 这将是一场漫长的斗争 但我们会没事的 她只是这个小镇上 许多不准备放弃的人之一 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 俄亥俄州 洛兹敦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